年底的選戰是越來越白熱化了 藍營台北市長參選人 連勝文進來民調陷入苦戰 他接受了聯合報的專訪坦言 從來都沒有想到 這個選情會如此的激烈 黨內初選開始 就犯了戰術還有戰略的錯誤 現在他正在努力的整合 大園跟小園 那麼大園是指藍軍內部的整合 小園則是競選團隊的內部 那麼同時連勝文 也跟新北市長朱立倫 喊出了勝利連線 希望能夠拉抬雙北選情 那麼宣布要參選連任的朱立倫 在昨天是正式的登記參選 他並且喊出雙北雙贏 北北基三勝選 那麼最好的情況 當然就是新竹以北六縣市 都能夠全雷打 連午休時間 從新北市政府走到黨部 新北市長朱立倫 完成連任登記 一切從簡低調再低調 手續辦妥只花短短不到五分鐘 不過距離年底選戰不到半年 朱立倫先拼現任市政 不為選戰請長假 現任的市長請假越短越好 請三個月後 那太長了 過去對我們來講都是 大概選前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是全力的投入 那其他的時間還都是以市政為主 朱立倫宣布參選以來 已經和市黨部開了兩次會 一面著手找尋競選辦公室 另外更要網羅各路人才 一定會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啊 也有一些老朋友 會納入一些年輕人的聲音 那絕對的 我們有非常多一些年輕世代的啊 包括一些網路族 或者是一些年輕世代的 社會媒體的好朋友都會加入 謝謝啦 謝謝啦 謝謝你們 朱立倫完成登記 市黨部下午 竟接著召開審查會議 預計星期三中常會 就可以通過提名 國民黨六都戰將全就定位 不過對手游錫困就批評 朱立倫連任 代表國民黨權貴大連線正式成行 朱五連權貴大連線正式成行 大家都非常清楚 朱五連他們三個人代表 台灣的三大政治家族 所以這一次的2014的選戰 在北山都是平民佔權貴的選戰 班出台大醫師柯文哲 桃園縣場參選人鄭文燦對比 藍綠陣營平民權貴一刀切 年底大選 雖然各路人馬就有戰鬥位置 選戰升溫 雙方陣營打得更加激烈 有電TV網路是凱留一軒 綜合報導